他比他姐还好一点 相中妹妹的 肯定比他姐有处理性那个可能性 有处理性那个可能性 我打眼看到姐妹俩 我没说是谁的时候 你内心是怎么想的 你觉得希望是谁 我希望是你的妹妹 老头你想啥呢 你还想把两个都娶到手里啊 自己条件那么高 好不容易给你找个对象 你还想不中 竟然相中人家妹妹了 这太变态了 这事情我也就能在电视剧中看到了 这第一次在现实中看的 我也是懵逼了 这老头玩的也太花了 不行你让俩人都娶了 我看你有没有那本事 天天异想天开 我说辽宁也不比那个吉林暖和呀 郑大爷60岁有过两段婚姻 交警退休退休金3400元 别以为大爷退休后 就没事出去溜达溜达 但是咱大爷是交警退休 一辈子为人民服务 现在退休了 就感觉自己被人民给抛弃了 自己窝在家里都快抑郁了 我是9月9号 嗯 9月9号退休 退休重分证 就是郁闷 晚上睡不着觉 我晚上睡到两三天正就醒了 就下地溜了 抽烟 郁闷到这个程度 大爷 你就是想不开 你都为人民付出一辈子努力了 那我们肯定会记住你的 但是大爷可说了 自己走不过那道坎啊 自己在家跟自己说话 现在自己都成画楼了 天天都在说废话 老头你这不说废话吗 你要是能买得起大户型的 你就买了 肯定是买不起才买的小户型啊 说话咱挑精髓说 废话听到我耳朵都快出茧子了 你可别说废话了 赶紧说说你想找啥样的老伴吗 说话老是挺温柔的这个状态啊 提出刷刷白啊 原来我有那个想法 表示他做门不就 我不就有工作可干了吗 想找刷白 我就可以和他俩一起说剩意 我就有工作可干了嘛 哎呦我去 老头你想批吃呢 你说这说这都有画面了吧 一提到刷刷白 那眼珠子都快干出来了 你可赶紧找张纸擦擦吧 你瞅瞅你那哈喇子 都快流到地板上了 还要肤白貌美 大长腿气势必须还要好 而且还要给你打天下 你这人长得挺黑 心里想的怪美啊 也不切合一下现实 天天幻想美好的食物容易生命啊 没办法 谁让我们是红娘啊 人家啥要求我们也得着啊 你可别说 还真让我们找到了 那大爷批颠批颠的就跑过来了 但是大爷是谁呢 刚到小区楼底下 大爷就摆上官墙了 直接就白普找尸了 你这个小区是 感觉这小区哪一样 太一样了 阿门的小区可带近 你们的小区可带近了 就是说 这是长春的 长春下面的一个小县城 就是公主领事 公主领事 然后反正小区觉得 稍微有点一带 阿门的小区可带近 而且阿门创没有这种创了 现在 就是全是那个大落地窗 就咱家现在住那小区 就我 就我那窗都是大落地窗 哎呦我去 大爷你可别吹牛逼了 就你那五十来瓶的小房子 还装落地窗呢 刚才去你家里采访的时候 我咋没看到呢 落地窗装到你家那小房子里 就是大材小用 天天的色啥 给你找个老伴子不容易了 这还没见到人呢 就开始装逼摆架子了 赶紧上去相亲吧 非要我揣你上去啊 这是郑新福 然后这是张丽华 我就说这老头是多 这刚见面老头 就又开始坟头泵泥了 非说看不上这老婆的 嫌弃大妈 长得不漂亮还不白 哎呦我去 来人啊 把我刀给我拿出来 看我砍不砍死他 你瞅瞅你那黑眉球样 还嫌弃人家长得不白 你俩站在一起就是黑白无常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到底有多黑 但是红娘可有绝招啊 一招就让大爷给支服了 但是有一点特别大人的 就是他做生意这一点 我特别喜欢做生意 因为我这一生 总给老百姓站岗放手 我就觉得做生意 老婆特别聪明 他之所以能做生意 就是说他老婆决定聪明 在接触接触了解 了解了解 有的人可能是刚接触 就不是那么印象 不是那么太好 我们有两种 内在外在两种 也许我还就是 他内在潜力了 哎呦我去 我算是长见识了 不愧是在机关工作了 几十年的老油条 这变脸速度比翻书都快 我都看懵逼了 这老头真是个笑面虎啊 刚才还在损人呢 这听说大妈是个女强人 直接就笑脸相迎 大爷我劝你善良 但是大爷可不管你就管你呢 这老婆子好啊 肯定好好把握住啊 这完一娶了之后吃喝不愁啊 那大爷就开始献殷勤了 过来就开始帮忙洗菜做饭 你去擀面条我给韭菜洗出来 韭菜洗出来 你比韭菜那些都不舒服 我不会做饭吗 我不会做饭 简单的会 那我看你这又要买韭菜 又要整鸡蛋的 做大米干饭 大米干饭会 简单的常要忙碗 但是面吃啥都不行 面吃都不行 高中也不行 高中也不行 来吧 韭菜我帮你摘 来那里面 就在这摘吧 往事业的人那是 哎呦大爷 我是真不想拆穿你 但大妈毕竟是聪明人 肯定也不傻 毕竟相亲是人生大事 肯定要问清楚再决定的 于是在饭桌上 大妈就开始试探性的问问题了 你心里好像挺级的 嗯 女的也不顺着你 你是不是就该喊了 那也不一定 有点 两人闹一见的 谁不说话呢 你是主动 那不可能不说话 两口要是像那样的事 不说话的话 那你永远 两口最怕冷战 第一个是不是两战 冷战 我最讨厌冷战一点 第一任还有第二任呢 嗯 我头晕其实还俩一会儿的 我吃这个是第二任的 嗯 多少钱都要过 我不要提 我自己也不好吃 特别第二任更不要提 好吧 走吧 一天 哎呦我去 这是啥情况啊 这不刚开始正拉八经的乡亲吗 这啥玩意 直接就拍拍屁股走了 咋的 大爷你是专门来这里蹭吃蹭喝的 哎呀 谁知道呢 谁知道我是怎么 老又踏地影子 所以说 一般人我也看不到怎么 看不上 这我就不得不说你了 你既然还一直想着前妻 那你一块去陪前妻去吧 想啥呢 要是放不下王妻 那你还报名相亲干啥 走不出来就在这逗我们玩呢 已经走出来了 思求他讲 来一起过后外生 如果 陈天看那不得劲 那你过后一 那这个 叔那你想 他都已经53了 那皮肤再好 不是 绝对不是 那你都死 你都五十七了 耍吧耍吧 哎妈呀 大爷你就应该去找那二三十岁的小姑娘 绝对肤白貌美大长腿 就咱大妈 我感觉已经够年轻了 都不像五十来岁的人 你这都看不上 你告诉我你还能看上谁 刚才还以为大妈说到你前妻了 你心里难受了 现在才知道你是嫌弃大妈 没有前妻呗 六十来岁的人了 咱当个人吧 大妈都比你小好几岁都没嫌弃你 就你这黑眉球样还相不中大妈呢 还是咱大妈善解人意 也没计较太多 还在给老头解释呢 我们着急找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不怎么太愿意 很正常啊 哪有不合适就也很正常 没关系 我觉得他爱人才每三个多月他就着急 我估计他可能就想摆脱他原来那种生活 我感觉是 大妈你是个好人 但是这老头可不是啥好人 放心吧 我肯定给大妈您找一个好伙伴 本次相亲宣布相亲失败 但是就在我们准备收拾家伙回家的时候 大爷拉住红娘了 拍着胸脯保证已经放下前妻了 要求红娘再给她一次机会 红娘也是小姑娘 经我洗着呼呀 于是就找到了公大妈 这怎么的你陪你妹相亲 完了你今天相亲你妹又陪你 我妹妹陪我 公大妈59岁离异退休金2900元 大妈你是真不看电视剧啊 这相亲还带着闺蜜来相亲 没看到网上的段子怎么说的吗 别被猴子摘头了 小心人家没看上你 但是看上你闺蜜了 那到时候你哭都没地方哭 真是相亲经历的少啊 话说也巧 这妹妹竟然还是大爷本地的人 这不完独子了吗 这事情有因果了 大妈你可小心点 别把想象的事情真发生了 那你就找个蚂蚁洞钻进去吧 我从小就回怀孕长大的 我一直就来怀孕 怪不得呢 这也不算 一直陪着那个姐姐来相亲的 第二本身咱家也是罪头的 那我给介绍那个叔叔 我把照片发给你了 你认不认识啊 不认识 他也是从小在怀人的 我真的怀孕也是大 也不认识 就也没见过 他是之前在咱们怀人 好像当了36年交警警察 那红娘也是担心 还专门问问 既然不认识 那就赶紧三个人见见面吧 别看大爷嘴上说这无所谓 那内心里可是开心的不能行啊 这节目行啊 买一送一 这相亲还能三个人一起相亲 真是好啊 给这节目点个赞 那大爷一听可就不乐意了 原来不是介绍两个啊 还是一个啊 不行啊 我的意思是两个都要了 这时候大爷那不要脸的劲就上来了 又开始作妖了 差哪个 哪都不差 就是没有演员 这时候红娘也是没眼色 既然老头对大妈没演员了 还不赶紧见赶紧散 非要介绍一下妹妹 这一下可好 直接让大爷给整兴奋了 这老婆子好啊 竟然还跟我是同一个地方的 一天下来知道 妹妹就是咱们 怀仁仙的 你在怀仙吗 嗯 在哪个代表仰 我 嗯 我这退休好几年了 在哪个代表仰的 我 两库 两库呢 应该和我弟在一个 在怀仙两库嘛 那个正英寸你也是吗 嗯 认识他们在 不是这里 哦 哦 因为你 你弟弟也是吗 我弟弟原来也来两库 完了 这不玩独子了 难道电视剧的是 真要在现实中出现了吗 说实话 我好慌 红娘一下子就慌了 这般的事情 真对不起公大妈 但是大爷作妖的 竟可不止于此 既然看不上公大妈 那就开始自己 给自己脸上抹黑 这又公子可低了 不准的吗 我现在开3100块钱 旅顺性也没有 银行比资高 你平常爱好啥呀 我啥呢 我爱好抽烟 哎呦我去 不得不说这老头子 不愧是在机关工作 几十年的老油条 猜人的性格可真准 大爷说了 一看这老婆子 就是那挑剔人 我就是要让我的缺点 给展现出来 让他放弃我 然后我再名正言顺的 跟他妹妹相相亲 哎呦我的嘛 这老头子心机可真深啊 我都有点害怕了 这不是经验的最佳实际 我是九绝比较多吧 现在不多了 三半点多 那你看他这个工作吧 三半点多 嗯 这不想说九绝多吗 三半点多了 嗯 那还有什么 觉得想再一个想问一下 没有 这不就玩犊子了 相亲这不就黄了 但是大爷可开心了 赶紧黄 别耽误我的好事 比他姐还好一点 相当妹妹的 肯定比他姐 有处理性那个 可能性 有处理性那个 可能性 我没说是谁的时候 你内心是怎么想的 你觉得希望是谁 我希望是你的妹妹 妹妹 我的妈 你可别吓我了 电视剧中的情节 都让我给碰见了 这也太狗血了吧 大爷我劝你善良 你刚给人家姐姐相完亲 还没在一起 你这转头就想跟妹妹相亲 你这也太不要脸了吧 小心俩姐妹的混合双打 但是大爷也说了 毕竟我曾经是人民警察 我还是要点脸的 起码等过几天再跟他相亲 今天呢 你想要考虑到姐姐 毕竟妹妹是陪姐姐来相亲的 没想到呢 你没想听姐姐 觉得妹妹的眼儿还可以 但是呢 咱们这边就让你考虑 你考虑考虑姐姐的心情 如果直接说呢 这个事你就先有了这 行不要跟他说 也不能说像这种 但是肯定比他姐 有处理那个可能性 大爷你还要点脸啊 我也是服了 真是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我也劝大爷善良 你压的是太多了 就你那黑眉球脸 人家妹妹也不一定看上你啊 本期视频宣布 相亲失败 好了 我是爱解说 相亲的猪猪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